大哭彩两军逆转奥远希望 捍卫奥运参资格 这次的大哭彩打的实在太精彩了 2024年泰国羽毛球大师在十分之一赛 大哭彩对战也期有着奥运资格之争的奥远希望 在比赛中表现出的积极主动 有份必争的拿分态度 同时在路后情况下的沉着冷静 一举完成惊人逆转 捍卫自身参资资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显然大哭彩在拿分的过程中耗费了更多的精力和体力 在自身的多次失误送分中 即使能够多次的主动拿分 比分依旧处于着微弱的落后状态 情况对其十分不妙 情况对其十分不妙 下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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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 期待 再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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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大哭彩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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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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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半局之初 奥元希望就接连得分 快速拉开比分差距 即使大哭彩此时尝试着追分 但其自身的失误 没能让其做到连续拿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奥元希望没有太大的悬念 拿到了本局比赛的胜利 看看 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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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奥远希望在第二局之初 率先拿到U氏 但大酷彩的追分也异常凶忙 直指追到七平后 奥远希望的提速和大酷彩的失误 成功再次拉开差距 带着U氏进入到下半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非常难以置信 在奥远希望逐渐进入关键点 大酷彩直接轰出一波5比1拉平比分 让场面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但这还不是最为紧张刺激的时刻 在奥远希望到达局点后 大酷彩的追分逆转获胜 简直堪称神奇 简直堪称神奇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在第二局依旧能够完成一转 大酷彩这次的表现 确实非常亮眼 来到决胜局后的开局落后 到再次完成一转 简直是在考验观众的心脏 这次的大酷彩实在太不简单了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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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酷彩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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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决胜局的下半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